好 关于上帝的完全 《约伯记》第十一章 第七到第十节 有一段这样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约伯记》十一章 七到十节 来 你考察就能折斗神吗 他的无限的能力就是 谁能阻挡他呢 好 诗篇145篇第三节 请来读 最后 我们都很熟的 很熟的 马太妃五章四十八节 请来 所以你们要完全 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好了 下面我们来看上帝的永恒 永恒性 那上帝的绝对完全 上帝的永恒 和上帝的广大与无所不在呢 都是在讲他的无限性 无限性 好 第二是神的永恒 上帝的无限性与时间的关系就是永恒 那我先预告第三点 上帝的无限性从空间的角度来看 就是他的广大性了 再讲一次 上帝是时间与空间的主 上帝 这位无限的上帝 从时间的角度来理解他 就是一位永恒的上帝 从空间的角度来理解 上帝就是广大无所不在的上帝 好 先来讲神的永恒 圣经是说上帝永恒的方法乃是说他万事无穷 不过我们必须记得圣经这样的说法是通俗的尼人法 不是哲学的语言 就等于很多时候我们把哥林多前说13章就当作是爱的定义 基督来说是一章当作信心的定义 那些不是定义 那些是很美 很圣洁 对我们很有用的描述 定义这个名词 定义要更严谨一点来了解 所以系统神学就把经文都结合起来 所以不能只用一段爱就是这样子 当然爱是很久忍耐又有认词等等 没有错 但是这个定义是另一个层次的 好 我继续来看 无穷尽的从延伸到过去或者将来 还不是神的永恒的定义 我们一般也是这样的想法的 不过这个只不过是通俗的尼人法 事实上神的 那这里有两点 A 上帝的永恒性是超越时间的 B 上帝的永恒性在本质上与时间不同 我再说一次 A 上帝的永恒性是超越时间的 B 上帝的永恒在本质上就与时间不同 永恒这个称谓是指超越所有时间上的限制 那伯格夫从头到尾都是反过来讲的 弗兰姆就正面的说了 他说Eternity is God's Lordship over time 上帝的永恒就是上帝对时间所长的主权 正面讲就是主权 反面讲就不受限制 上帝的永恒有这方面的意义的 奥尔博士说 严格来说时间只能与有先后次序存在的事物发生关系 上帝没有错 上帝是充满时间 他在时间的每一部分 上帝每一秒钟都是活的 但是他的永恒性不是指他这样的 在时间里 上帝的永恒与时间之间有着绝对的对照 上帝就是时间的相反 什么 他是掌管时间的主 人的存在可分日周月年 上帝存在却不是这样的 我们的生命分为过去 现在将来 上帝的生命中没有这样的分别 他是那一位永恒的 I am 我就是 他就是那位永恒的自由拥有 他的永恒性可以被理解为 他在所有时间性的限制 和时刻的先后次序之上 他在一个没有分隔的现在里 拥有他所有的存在 这个都是英文翻过来很边缘的中文 英文是这样说的 He possesses the whole of his existence in one indivisible present 他永远是活在现今这一刻 但是他现今这一刻不像我们的现今 不像我们现在 现在是十点二十五分零四十五秒 不是的 上帝在永恒里面 就没有过去现在将来 那因为受到了十九世纪的辩证 存在主义等等的影响 那我们都喜欢说的eternal now 永恒的现在 很好听的 天立克喜欢这样讲 不过呢 不要受到存在主义的影响 这个永恒的现在就是说 上帝没有过去 没有将来 因为过去现在将来 这是上帝创造的 是上帝掌管的 不过呢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下面就会说了 永恒是哲学与神学中 最困难的问题之一 那我在讲系统神学 差不多十二年了 也发觉有一个问题 是很难讲清楚的 就是神是在什么时候 称义 称我们为义的呢 那你说 岂不是因信称义吗 没有错 因信称义 信心呢 教文说 就好像讨饭了那个乞丐 拿这个空的碗子 来领受上帝称义的礼物 这叫信心 神在永恒里 就拣选我们在基督里的了 以分所说第一章 三到六节 我们也可以说 耶稣基督 他为我们死 是为我们称义 复活也是为我们称义 所以在各个他善 他的复活 两千年前 神就是我们称义了 然后呢 上帝看我们的信心 称我们为义的 那问题是 你的信心 是什么时候 发出的呢 那我可以告诉你 我是1951年 出生在香港 某某神学院 我1960年 10月第三个星期天 上我主日时 大概上午 10点3刻到11点1刻之间 我跪下来 接受了主耶稣 做我个人救主 那上帝称我为义 是不是在1960年 60年 10月第三个星期天的早上呢 因为上帝没有过去 现在将来的嘛 对不对 那上帝是看我的信心 称我为义的 没有错 但是上帝不是靠我的信心 我也不是凭我的信心称义的 我是凭主耶稣基督宝学称义的 所以上帝的时间不像我们的时间 上帝在永恒里就定义要称所有信耶稣人 称他们为义 这个是永恒的预定 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也为了所有他将来要称义的人 也是过去已经称义的人 为他们死了 然后呢 这个存在主耶稣跟巴特讲的一个 God's time 神的时间 在这里很有用 就是说 神是看我们的信心 称我们为义的 明白吗 他除了是在永恒里预定了要称义以外 他不是一九六六年十月第三个星期天称我为义的 那就把上帝塑小了 他是无限的 他是在他掌管时间空间 掌管我的一生的遭遇 一切的决定以上称我为义的 重生也是一样 重生称义这些 因为我们都喜欢说人什么时候得救 我就告诉你咯 我九岁那天我接受了主耶稣 我是那一年重生的吗 不是 我是那一年那一天 他出信心悔改的第一步 或者至少在我的意识里面是第一步 可能不是第一步也不一定 明白吗 上帝是无限的 他是永恒的 所以永恒和世界之间的关系 是非常很难 说得清楚 难怪没有人可以说得清楚 巴特尝试去说呢 就说得很美很迷人 但是你不是什么事情都能够用辩证 说说完之后就停在那里 不然的话你的羊不满足的 就掉在空中 好像空中飞人 又不上又不下 那就是什么呢 不要紧 神在永恒里定义要重生我们 要称我们为义 所以我们讲道的时候呢 我们就说你来仰望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就是你的重生 跟你的重生跟你的重生的保证 不是你的眼泪 不是你的觉知 不是你的感受 不是你的经验 是耶稣基督和他定时加根复活 是你的重生的保证 那你这样讲的时候 你说不是啊 不要忘记说不是那一段哦 不是你的眼泪 不是你的觉知 乃是主耶稣 这里背后呢 就隐藏着一个意思就是说 上帝的永恒里 已经定义要拣选你的 那你也不用每一 主人都讲预定这个教义 因为毕竟呢 人就是不喜欢听神的主权 所以你讲了多的时候 他们会反感 但是呢 神的主权 神的永恒呢 这里行间就表现出来了 不是我们 乃是耶稣基督 他是永恒神的儿子 他道成肉身 上了十字架是为你的罪 是为你的罪吗 他是为你的罪 为你的 而且为你的生意跟重生 复活的吗 那你仰望耶稣基督 你就知道是了 因为在他里面 所有神的应许 就是重生 称意的应许 都是是 都是阿们的 你就避开一个 把上帝局限在时间 把上帝的重生 称意的恩典的大功 局限在你的觉知 你的人的经验里面 仰望耶稣基督 那教尔文呢 讲很多这方面的 好 神的永恒 跟时间之间 是很难去表达的 不用担心 你讲的是 那位永恒的上帝 他进入到时空 从旧月到十字架 到主的复活 你讲这个 这个恰恰就是 上帝永恒里定义 要成就的大功 仰望他 就可以得到 神要应许给他 子民一切的恩典 好 第三 神的广大性 神的广大性 神的无限性 也可以从空间的角度来看 他的广大性 可以这样来看 就是上帝超越 所有空间的限制 也就是说 他是 他的Lordship over space 他在空间以上 所长的主权 我再讲一次 神的永恒是 上帝在时间以上 所长的主权 神的广大 就是他在空间 宇宙以上 所长的主权 但是呢 他同时 与他整个存有 临在在空间的 每一个角落 这里有反面的 跟正面的 A是反面的 反面什么呢 就是我们不承认 神的存有中 在空间中 受任何的限制 再来一次 神的存有 就是神自己 神自己 不受任何空间的限制的 那这个是负面的 正面呢 神是在空间以上 同时 以他整个的存有 来充满空间 每一部分 他不单是在空间以上 不受空间的限制 正面的是 他在空间以上 但是也充满了空间的 每一部分 我们说明上帝是 以他整个的存有 临在 神在他全身上 为什么要说上帝 整位上帝 整个上帝 是无所不在的呢 因为 要排除一些的错误 一个错误就是说 我们不可以这样看 不可以认为 这一位上帝呢 在空间里是分散的 上帝的某一部分 在一个地方 在加利利 另外一部分在耶路撒冷 第三部分在希腊 不是的 你不可以这样想的 记得吗 上帝没有部分 所以上帝不是有一部分在这儿 你说 耶稣就是在下面吗 富在天上 不是不是不是 圣子道成肉身 在加利利 在犹大地 在加略山 那这个是圣子穿上了人性 从人性的角度来看 他在地上 但是圣父的整位 圣子的整位 圣灵的整位 三位 每一位和全部 都是无所不在 不但是无所不在 而且在空间以上 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三节 怎么说的 记得吗 也是你们提醒我的 约翰三章第十三节 除了从天降下 人就在天的人子 没有人生过天 从天降下 人就在天 他穿上人性 人就完完全全的是神 三位体的第二位 神的全部 这里要用全部个字 我不喜欢用部这个字 部分这个部 全部 整位 神 是无所不在的 那你说 耶稣基督不是复活之后 突然之间在门头面前显现 又说 我先跑去加利利 你们 我在那里等你们 那个是从他人性 特别是复活的人性来看 这位从 关着门的房间里面 后来又到了加利利 这位耶稣基督是谁 这位能够 飞过墙壁的耶稣是谁 是创造宇宙万物 在宇宙万物以上的 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 这些永恒 广大 怎么用 那各位 你听改革中神学 越听就越悬 是吗 我告诉你 哪几卷 圣经的书卷 是最好讲这些 什么不可传达的俗性 什么广大 永恒 无限 自存自有 最好讲的 就是我们以为是最容易的 就是四福音跟诗篇 诗篇是 很明白的 都写出来了 那四福音呢 各位请不要以为 四福音是最容易读的 是最难读的 不过我们常常 带着有色的眼睛 去读四福音 对不起 我每两天就讲一次 以为耶稣基督是 长头发的漆皮 是穿着拖鞋在海滩那里走 柔柔的 没有骨头的 不是 你看耶稣 马可福音第二章 那个毯子啊 是个朋友把它掉下来了吗 耶稣说 你们说了 你们不要在那里 啰啰嗦嗦 若说你的罪被赦免 或者拿紧的肉质 走哪样容易呢 那哪样容易 当然是你的罪赦免容易 因为广东话说 空口讲 白口讲 谁知道他罪赦免不赦免 但是 耶稣来做一件 比较低档一点的事情 就是说 为了你们 为了你们知道 人子的地上有赦罪的权柄 好 拿起你的肉质走吧 明白吗 这位耶稣真正要做的 不是一毫这个坦子 当然这个是一部分 但是更重要的是 这位是谁啊 连这个 不能走路的人 都可以走路的 这位是天上的 唯独自存 自有拥有圣洁的耶和华 耶稣基督 为了你们要知道 拿撒拉人耶稣 这个拉比 就是永生耶和华 永恒的 无限的神 所以他才有 社会的权柄嘛 所以耶稣这一天 行了这个神级 耶稣的五饼二鱼 神级做了 吃饱了 还剩下十二个篮子 第二天呢 他们连旧的面包都要的 不过拍摄第二天 有新的面包吃 绕了一大圈 跑到湖的另外一边 耶稣说 你们是为了吃面包来的 我啊 来地上给你变面包 只不过是要你知道 我就是生命之良 什么意思 耶稣基督是超乎物质世界 他是永生神 因此他有能力不单的赦免我们的罪 而且每天供应我们灵里面 跟我们生活上 一直到永远的各方面的需要 包括身体 包括灵魂 我是生命的良 我是世界的良 我是世界的光 明白吗 每次耶稣说我是 那个我是 背后就是那个自由 拥有 也好 这位讲我是 复活在我 生命在我 我是到了真理生命 你不要把这些都浪漫画了 你懂吗 这个就是在讲 耶稣是天上的 无限的 永恒的 自由 拥有的神 就是这位加利利人耶稣 就是那位拉萨拉人耶稣 所以四福音是非常好 讲神的自由 拥有 无限 永恒 完全的 不过我们把耶稣基督浪漫画了 所以呢 常常就忘记了 所以很多这些什么 延伸神学材料啊 就用马可夫人讲一讲 讲到最后都是 对不起啊 很多时候都流于道德主义 耶稣怎么做 你怎么做吧 耶稣呢 花很多时间在三个门徒身上 然后花很多时间在十二个 然后七十个 所以呢 你也要花很多时间 在三个 七个 十二个门徒身上 教他们怎么灵修 读经 传福音 很抱歉 我们都懂这套的 当然嘛 你做牧者的 当然要花时间 在那些追求的一种姐妹身上 但是耶稣基督 我们要做门徒训练 不能只看加利利人 耶稣从人性来看 我有一位师父 Samuel Rowan博士 他的女儿呢 在威敏斯的读神学 写了一篇的短文 我失去了 不过呢 很记得他的重点 很重要 你要从哪里去找门徒训练 教会增长的材料 不能够只是浪漫的 在加利利海边 从拿撒勒人 耶稣的人性去找 好 你说 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吗 当然跟随耶稣 没有错 所以 你要好好的问 耶稣的道成肉身 怎么样是我们门徒 训练的启迪 他的童年 智慧 声量神 喜悦他的心 一起生长 怎么成为门徒训练的材料 他在旷野中受试探 他受试约翰的 进诸般的义 怎么可以作为 我们的门徒训练的材料 他的神性 人性 表达在他的神级 和教导中 这个是我们用的最多的了 他的死 复活 升天 带球 每一段 都是我们门徒训练的材料 最后 他的神性本身 他的自由 拥有 永恒 和无限性 就是我们门徒训练的材料 你说怎么 我们又不能做 永恒 无限的神 施拉 就是说 耶稣基督是我们敬拜的对象 所以门徒训练 不能够没有敬拜的 灵命增长 不能没有这种的降服 敬畏敬拜的 不然的话就流域道德主义 神的自存 永恒 无限 广大等等 就要告诉我们 你不能够用一种 以人为中心 以操练为中心 以经验为中心 来牧养你的羊 这个是不够满足的 一百多年来 我们都这样做的 我是这样的环境长大的 好好读懂了神的广大 永恒之后呢 你就发现 要敬拜赞美 敬畏福福 然后来讲 操练 你的心 在神面前 通了 虚心 哀动 温柔 是吧 即可沐浴 连虚 在讲什么 神是拥有一切的 所以就温柔就行了 就承受 承受地头 神是圣洁的 所以爱动 神是富足的 所以我们贫穷 等等 好了 后面呢 律法是我们的准则 马德菲五章 大概十三节到四十八节 然后操练 怎么祷告 怎么施舍 怎么禁食 然后怎么看钱财 马德菲第六章二十节 是这样下来的 好 我们回到这个讲义里面 是这样说的 你不要以为上帝 一部分在这里 一部分在哪里 我们要分辨三种不同的存在 第一种是物体 在空间里 不是空间地 空间里存在 是受空间限制的 Circumscryptive 我不懂怎么翻译 我说被为存在 第二种是有限的灵体 在空间存在 但是并不是无所不在 只在某个地方 这个是肯定的存在 但是不一定有身体 比方说魔鬼 邪灵 天使 第三是上帝 上帝的存在 有别于刚才讲的两种 上帝充满所有的空间 是丰满的存在 repletive 就是自寒丰满 他是那位充满万有者 对不对 记得吗 尼佛所说第一章22到23节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他是充满万有的 他是整个 整位上帝 完全的丰满的 充满着 整个宇宙的 空间没有什么地方 是上帝不在的 而上帝的临在 也不会在某个地方 多过其他地方 上帝在天堂在 与他在地狱在 这一样那么的在 那么的真 他的愤怒 你说他的愤怒比较地狱比较多 他的恩典在天堂比较多 但是他的存有 不论在什么地方 不论他是在做审判 咒诅的工作 或者他是在做赐福 拯救的工作 是完完全全的在的 他的荣耀 他的圣洁的光 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的 完全的在的 广大性跟无所不在 是相同吗 又有一点不同 我们下一节来讲这方面